四伯爷我走赶上去买点皮蛋 我问你喜不喜欢吃哦 想吃啊 我稍后弄给你吃嘛 我弄一道烧椒皮蛋给你吃 好好好 我师父还没来得教我呢这个 你教你那看的 你师弟给我看得了啊 对啊 哦 那你可以嘛 你试一下嘛那你 下次你摸皮蛋不摸 你来摸嘛 师弟 这个你来摸我来把它打碎 然后你都发的干净了 你手是干净的 你手是漏的 下次摸皮蛋不弄我一摸 下次摸皮蛋就在水上一泡泡 然后养好就把这个包洗坨了 洗坨就毫不得很 好麻烦哦 要得好久才吃得到 要得好嘛 要得水一泡 一会儿就洗坨了 我都是真是不脆的 嗯 师伯爷这个皮蛋一般都是牙掌弄的 是牙掌弄的嘛 就咋弄出来都没得好吃的 还有这个哦 有种皮蛋哈 它在前头放这个牙齿 生的蛋的话 那个蛋黄会飞红的 它是吃粮食 关注我的牙齿啊 生的蛋黄包的皮蛋 你就是去背的 可以了可以了 好 我再去弄点青椒 烧青椒要把青椒烧 这个就 那种火皮还叫这个 就像青椒烧碎的 等点葱子 等点酥油 好 来蘸起来弄来 等来吃才好吃 不穿着粮子的 没得是粮 穿着粮子的 好怕它落啊 还是撒落啊 啊 它落不到 好 来 师伯爷 这种拿着粮子 看 来浇去 嘿嘿 嘿嘿 现在我要来准备料汁 先拍一颗蒜吧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重新来一口 你过一过一颗皮 我的蒜虫没有全部在我的手头过 让我都非除几点 摘点人包 四伯爷吃辣不辣 哎呀不要放那么多嘛 好嘛 那我就多反点 不要放那么多放多肉肉大的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倒出地去 我现在倒点油进去 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了 再放点加油粗哈 好 好的 香不香 嗯香很香 好 饮上去咯 哇塞 哇 吃了四伯爷 好 来 伯爷伯爷你们先散 好 好 今天你还想着做这个菜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菜我喜欢制皮的 然后看到我师父发的出来 说师父有没有教我 然后我就自己看它视频说的 自己想着就想做这个菜咯 嗯 想想嘛 想看嘛 试一下看嘛 可能它好吃 看它样子都好吃 是不是 嘿嘿嘿 你看它还不吃辣 你看它怎么这么烂 你赶紧拿的 呵 呀 嗯 可以 整的嘛 我还是要散了 只要里面撒了可以我就可以散了 嗯 好吃 可以说啊 你还知道 还是要多看见师傅 你学习你 多看见师傅做这个老菜咱们做的 嗯 你要记得老海的 好吃 好吃 这个好吃 一步一步的来 今天说好是好吃 好歹你放多红油 没有放多红油就 起码分了剪一半 就是我叫我师傅每天抽过来的红油 哦 两瓶都是 那时候你师傅的红油少了一瓶才干的 找耗子吃啥了是 哈哈 耗子 我到时候还把那瓶红油拿回去 你把辣子抽起来 你胆子长大了咯 反正就比如说我 你把你们师傅的红油都抽起出来 整皮子挡起 伯爷 你都不吃了吗 你快点来吃 有不好吃嘛 辣的咯 好了 伯爷 师傅有点辣了 有点辣呀 好 给他们留点 好 一哈吃完了 好 给他们留点 好 拜拜咯 回去准备给大家准备 好 这东西一个吃点 好好好